2014年8月17日星期天 加利福尼亚州特哈查比警方 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报案人是一名铁路公司的员工 他告诉接线员 自己的同事罗伯特·利蒙 刚刚在办公室被人谋害了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 案发地是铁路公司的仓库办公室 被害人罗伯特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他的身边掉落着几枚蛋壳 至于他去世的原因是头部中弹 凶器被认定为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武器 另外现场还丢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报案人说星期天正常是休息的 但公司里有一台设备突然出现了故障 所以他和被害人罗伯特 被临时指派来修一下设备 他们原本一直在室外休息器 大概在下午五点左右 机器终于修好了 于是罗伯特离开了现场 打算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而报案人则留在现场做一些善后工作 当他也回到办公室时 罗伯特已经被害了 根据笔记本电脑丢失这条线索 警方起初认为此案的动机会不会是入室抢劫 但这种猜测很快就被他们自己给否定 原因是如果凶手的目标是贵重的电子产品 那他应该去行政办公室 而不应该去仓库办公室 更重要的是仓库中除了电脑以外 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丢失 由此可见 偷电脑要么是顺带行为 要么就是故意扰乱调查 另外 报案人和被害人是前后脚回的办公室 间隔时间很短 也就是说 凶手几乎一进门就动手了 非常的果断 所以警方觉得 凶手的目标很有可能 就是罗伯特立盟本人 而随着方向的确定 调查人员立即就盯上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被害者罗伯特的妻子 也是他人受保险的唯一受益人 萨伯利纳立盟 罗伯特的去世 可以给萨伯利纳带来一笔30万美元的保险金 那么这是不是一起以骗宝为目的的谋害案呢 出于这种考虑 警方开始调查起了两人的夫妻关系 可这一查 反倒让警方没有了方向 罗伯特和萨伯利纳是在2000年结的婚 夫妻两育有两个孩子 他们的家就安置在加利福尼亚州海伦戴尔一个名叫银湖的社区中 罗伯特年轻时特别想当一名消防员 但最终呢 他却找到了一份铁路公司 基修工的工作 至于萨伯利纳呢 则是一家著名连锁超市Costco 好事多的员工 根据他身边的朋友以及社区的住户反应 这对夫妻非常的恩爱 而且呢 对于身边的人都很友好 尤其是罗伯特 因为他是基修工啊 手上有技术 谁家有点小东西坏了 需要修修补补的 他都愿意出手相助 就在案件发生两天前 罗伯特和萨伯利纳还和朋友们举办了派对 用于庆祝他们结婚14周年 所以在旁人眼里 这简直就是一对完美夫妻 除此以外 案发时 萨伯利纳正在海伦戴尔的家中 距离特哈查比的铁路公司 足足有78英里 所以他不可能是凶手 在罗伯特的葬礼上 萨伯利纳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 他甚至没有办法朗读道词 最后呢 只能由好友凯莉帮他代劳 道词的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罗伯特对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表达着真诚善良与同情心 我永远不会让罗伯特的爱消失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会随身携带 并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 时刻提醒他们这一点 虽然在案件发生之后 警方在案地里调查了几名嫌疑人 但最终他们都被确定与案件无关 于是调查人员开始把关注点 放在了通往案发仓库的监控摄像头上 还别说 这监控一查 还真的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 就在案发时段 监控中出现了一个背着背包走路一瘸一拐的人 向着仓库方向走去 当警方把这段影像出示给铁路公司员工确认时 立马就有人表示说 这个走路一瘸一拐的人是个当地的酒鬼 这家伙经常在这一带走来走去 此人曾经还因为在公共场合醉酒闹事被警方传讯过 有了这条线索 调查人员很快就找到了这个人 非但如此 经过比对 酒鬼脚上穿的鞋子 竟然和案发现场的一组鞋印完全吻合 就在警方认为自己已经抓到真凶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酒鬼大哥在案发时段竟然有不在场证明 这让警方完全不敢相信啊 话说如果他有不在场证明 那士兵中出现的人是谁啊 难道真正的凶手也是颇角 这也太巧了吧 可问题是无论警方怎么查 都无法破解酒鬼的不在场证明 最后啊警方只能放弃了这条线索 由于铁路公司所在的区域呢 是一片封闭起来的工业区 这个工业区啊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 所以警方又想到了调侃出入口监控的办法 他们把案发当天所有进入这片区域的车辆 无一例外的全部记录了下来 然后逐一核实身份 询问行踪 虽然几乎所有的车主呢 都有进入工业区的合理原因 可唯有一辆亚马哈的摩托车 不能确定来源 因为没有任何人曾经在工业区见过这辆车 更麻烦的是摩托车主啊戴着头盔 所以完全看不到这个人的长相 可就在警方无计可施之时 他们却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这个人啊名叫杰森 那么此人是谁呢 大家还记得在罗伯特的葬礼上 帮助萨布丽娜朗读道词的好友凯莉吗 这个杰森啊就是凯莉的丈夫 而他打电话给警方的目的呢 竟然是举报一个名叫乔纳森·赫恩的人 杰森认为乔纳森可能与罗伯特谋害案有关 那么问题来了 乔纳森又是谁 他为什么会被人怀疑呢 这件事啊还要从很久之前讲起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 由于罗伯特夫妇呢非常乐于助人 所以他们在居住的银湖社区中口碑非常好 又因为这对夫妻很喜欢交朋友 于是呢他们在社区中建立了一个朋友群 这个群的成员们呢会经常举办一些诸如狂欢啊 派对之类的活动 而此次的举报人杰森以及他的妻子凯莉 也是这个群的成员 时间来到2013年的某一天 当时22岁的乔纳森·赫恩来到了好市多超市 他的职业呢是一名消防员 至于到超市期的目的呢 是为消防队采购一批补给品 那相对于普通顾客来说 乔纳森就属于一个大客户了 所以超市方面呢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 为他提供服务 而这个工作人员呢 就是当时已经32岁的萨布丽娜 虽说两人相差10岁 但互相聊了两句之后发现啊 他们竟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就因为这一点啊 两人是越聊越热络 聊到最后 萨布丽娜呢就跟乔纳森说起了他们的朋友群 并邀请乔纳森加入 这乔纳森听完介绍啊 也觉得很有意思啊 于是就欣然接受了 就在此事过去每两天 朋友群就在一家酒吧中举办了一次聚会 乔纳森也应邀来到了现场 而他的出现呢 马上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举报人杰森 说来也是乔 杰森和乔纳森啊竟然认识 咋认识的呢 很简单 杰森也是消防员 他们啊 其实是同事关系 当然朋友群中多了一名成员也是件好事 所以杰森呢也没有在意 就这样 一群人在酒吧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又过了几天 乔纳森突然给杰森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上说啊 前几天的聚会太有意思了 如果下次再举办活动 他是否还能来参加啊 杰森想都没想就回了一条 当然可以啊 可他没想到的是啊 回者无心看者有意啊 自从他回复了那条短信后 乔纳森呢就每天发短信问他 什么时候再聚啊 诶 这让杰森不甚其烦啊 而且他总觉得怪怪的 心说只不过一起喝了一次酒而已啊 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这家伙是不是另有什么企图啊 还别说 这事啊很快就有了答案 有一天 杰森家里有个地方需要改造一下 于是呢 他就把老好人罗伯特叫来家里帮忙 可奇怪的是 乔纳森竟然也知道罗伯特在杰森的家里 他疯狂的给杰森发短信 说自己啊想和罗伯特谈谈 话说这杰森也好奇啊 所以呢就把短信给罗伯特看了一下 并询问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诶 没曾想啊 罗伯特呢 到底并不隐瞒 他说啊 乔纳森好像对他的妻子有点意思 两个人呢 最近一直在互发短信 聊得还挺亲热 本来呢他还不知道 前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萨布丽娜的短信 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呢 乔纳森现在想要聊的肯定就是这件事 事实呢 也确实和罗伯特想的一样 当电话接通时 乔纳森直接就跟罗伯特说啊 自己呢正在和萨布丽娜搞外遇 可罗伯特却回答他说啊 这不是什么新闻 我早知道了 我和萨布丽娜已经谈过这件事了 他已经同意与你断绝来往了 说完呢就把电话给挂了 果然 从此以后 杰森就再也没有从罗伯特的夫妇那儿啊 听到过乔纳森的名字 仿佛这个人呢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但事情啊 并未就此结束 在电话事件发生一年多后 杰森的妻子凯莉 有一天去好诗多超市购物时啊 竟然看见乔纳森和萨布丽娜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轻轻我我 于是凯莉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 杰森知道后非常生气啊 不过他觉得如果把事情告诉罗伯特的话 肯定会让后者产生家庭矛盾 但什么都不做呢 好像又对不起朋友 最后他决定自己和乔纳森打个电话 在电话中 杰森不但怒斥乔纳森破坏他人的家庭 而且还警告他今后离萨布丽娜远一点 不然就要对他不客气 哪知乔纳森却狡辩说 他和萨布丽娜只是朋友关系 因为有相同的信仰 所以彼此之间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已 可杰森并不吃这套 他再次警告乔纳森 不许再去超市骚扰罗伯特的妻子 然而就在此事发生几个月后 罗伯特被害案就发生了 杰森告诉警方原本他并没有把罗伯特的案子和乔纳森联系在一起 所以调查人员来询问罗伯特夫妇的情况时 他也没有把此事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罗伯特人都已经走了 没有必要把这个家庭丑闻拿出来说 可就在罗伯特去世12天后 乔纳森竟然主动给杰森打了一个电话 并说了一段非常奇怪的话 他说自己辜负了上帝 他需要向杰森道歉 这样他的良心才能好过一点 当时杰森完全不知道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两天后 朋友们在萨布丽娜的家里为罗伯特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 而乔纳森竟然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现在了活动现场 不知道内情的人都以为他也是来悼念罗伯特的 但杰森信里总觉得怪怪的 因为当年罗伯特向萨布丽娜求婚时 也同样捧着这么一束玫瑰花 非但如此 在鲜花里还藏着一封信 等活动结束后 萨布丽娜拆开了信 并与好友凯莉 也就是杰森的妻子分享了信的内容 这封信的开头全部都是吹捧罗伯特的内容 说她是一个伟大的人 可在信的结尾处呢 乔纳森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多么希望也成为罗伯特这样的人 同样作为女人 凯莉一下就明白信的意思了 前面的那些呢 都是废话 就最后一句是重点 所谓的希望成为罗伯特那样的人 不就是想成为萨布丽娜的丈夫吗 所以凯莉在看完信后 直接说道 这个人太恶心了 我都快吐了 诶 哪知萨布丽娜却回到 没有啊 我觉得她好可爱 凯莉回家后啊 把事情告诉了丈夫杰森 她认为这件事有点奇怪啊 话说罗伯特才刚刚去世两周 乔纳森就迫不及待的 来向萨布丽娜示好了 而且从萨布丽娜的态度来看 感觉这两个人从来没断过啊 再回想两天前 乔纳森打来那通奇怪的电话 夫妻俩呢 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所以后来呢 就有了杰森打电话 举报乔纳森的事情 然而当警方听完事情的经过后啊 却表现的并不积极 他们觉得这只是单纯的外遇事件 和案件应该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也许罗伯特的去世 让乔纳森觉得追求萨布丽娜的机会又出现了 只是他的做法呢 有点鲁莽而已 可想而知啊 当杰森听完警方的观点后 有多么的失望 可他不知道的是 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警方对这条线索非常重视 几乎在通完电话后的第一时间 就对乔纳森展开了调查 之所以故意表现的很不在意 那是不想打草惊蛇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意识到 这次的方向终于对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乔纳森不但拥有一辆 和监控视频中一样的亚马哈摩托车 而且呢 他还拥有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武器 通过以上两点 警方基本可以确定 乔纳森与案件多半是脱不了关系了 另外呢 调查人员发现 自从乔纳森与萨布丽娜认识后 两个人之间 就一直保持着电话和短信联系 可奇怪的是 就在罗伯特案发生四个月前 乔纳森与萨布丽娜的联系 却突然中断了 但就在中断联系的第二天 乔纳森呢 又开始向另一部手机号码 发送很多的短信 而这个号码呢 来自于一台预付款手机 这是一种随买随用 用完就丢的手机 它最主要的好处呢 就是隐私性比较好 虽然警方无法查询到 号码的主人是谁 但他们认为啊 这个人多半就是萨布丽娜 更奇怪的是 就在案发当天 乔纳森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明显是很不正常的 为了掌握更多的线索 警方对乔纳森的手机 以及那个预付款手机进行了监控 为了证明预付款手机的主人就是萨布丽娜 警方故意在他们两人通话的过程中 向萨布丽娜自己的手机上发送了一条短信 短信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他有空时给警方回个电话 这边短信刚发完 那边负责监听的警员 马上就听到电话中的女生说道 警方让我回个电话 他们也许查到了什么 接着呢 就听乔纳森回道 愿上帝保佑我们 虽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警方继续着他们的监听工作 但乔纳森和萨布丽娜却非常的谨慎 他们几乎从来不在电话中谈论罗伯特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晚上 两人在电话中聊到了旧约上的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说有一个国王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坐在屋顶上 于是他就派遣手下去了解女人的情况 手下回报说女人名叫巴斯谢巴 她的丈夫名叫乌利亚正在外面打仗 国王听后呢并没有去管女人有没有丈夫 依旧要求与她同情 不久后啊 女子怀孕了 为了掩盖丑闻 国王把乌利亚从战场上调了回来 并要求她与妻子同房 可乌利亚却拒绝与妻子睡在一起 国王一看这招不行啊 于是又伸一技 那就是把乌利亚派往了前线 当国王得到乌利亚战死沙场的消息后 她立即就迎举了巴斯谢巴 乔纳森在电话中说道啊 这个故事和我们的情况真相啊 可就在此时 警方的监控设备却出现了一点小故障 干扰到了乔纳森两人的通话线路 萨布利娜呢也着实是聪明 当她听见电话中出现几次咔嚓咔嚓的声音后 立即就对乔纳森说道 我们很可能被人监听了 警方一听坏了暴露了 为了防止嫌疑人跑路 他们只能在一天后的2014年11月18日 对乔纳森和萨布利娜执行抓捕 看到这里有朋友要说了 警方不是早就确认乔纳森与此案有关了吗 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监听电话呢 这你就不知道 要抓乔纳森确实不难 但警方觉得呢 此案很有可能是乔纳森和萨布利娜合谋干的 可问题是想要指控萨布利娜需要证据啊 所以警方监听电话的目的呢 就是想从他们的对话中找到萨布利娜设案的线索 果不其然嘛 虽然两人都被抓了 但由于监听工作的失败 导致警方手上并没有指控萨布利娜的证据 所以她最终呢还是被放走了 至于乔纳森倒挺老实的 被捕后 她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不过当她说出作案动机时啊 警方却傻了 咋回事呢 乔纳森告诉警方 她谋害罗伯特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和萨布利娜在一起 其实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萨布利娜营救出来 上面我们不止一次提到过罗伯特建立的朋友群 据乔纳森说啊 这个群在建立之初 确实就是组织朋友们喝喝酒唱唱歌啥的 但后来啊 性质就变了 罗伯特竟然安排一些核心成员 玩起了更换妻子的活动 包括之前的举报人 杰森和凯利夫妇都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乔纳森说啊 他们之所以不让自己接近萨布利娜 并不是担心这会破坏罗伯特的家庭 他们只是担心活动中会少了一个参与者 然而 萨布利娜作为一个基督徒 她的内心是比较保守的 但罗伯特呢 却一直强迫她参加这种活动 这让她非常痛苦 当乔纳森得知这些事情后 曾经询问过萨布利娜 为什么不选择离婚 萨布利娜的回答是这样的 她说自己身边的朋友主要就是社区的住户和朋友圈的人 这些人呢 都与罗伯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如果她与罗伯特离婚 那一定会失去这些朋友 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 所以啊 最终 乔纳森决定为萨布利娜解决问题 除此以外 她还告诉警方 萨布利娜本人呢 并没有参与案件 甚至她根本就不知道案子是谁做的 为了验证乔纳森的证词 警方再次传唤了杰森夫妇 并询问他们关于朋友圈私密活动的事 杰森夫妇承认 却有此事 而当警方问他们是否认为 萨布利娜也参与了这些案件时 夫妇两表示 他们认为 萨布利娜一定参与了案件 其实警方也是这么想的 可问题是 他们并没有证据 想来想去啊 调查人员觉得 还是得从乔纳森的身上找到突破口 于是他们告诉乔纳森 如果他愿意把 萨布利娜在这起案件中 真正扮演的角色说出来 他将被减刑到25年 并有可能获得提前假释 但他再次获得自由 应该还不到50岁 经过两个星期的考虑 乔纳森最终决定 接受警方的协议 而他这一次作出的证词 则与他之前的版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乔纳森表示 其实萨布利娜才是这起案件的策划者 我们再次把话题拉回到离婚的问题上 萨布利娜不想离婚的理由 确实和之前一样 就是不想失去朋友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并不是乔纳森想到的 而是萨布利娜自己 他认为如果又想保住朋友 又想获得自由 那么罗伯特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乔纳森告诉警方 起初萨布利娜计划使用披霜来解决问题 于是他制作了一份香蕉布丁 让罗伯特上班时带走 作为饭后甜点 可丈夫刚出门不久 萨布利娜就后悔了 他认为这么做太容易暴露自己了 所以他马上就联系了罗伯特 告诉他香蕉有点变质 让他不要吃了 后来他又想到了让罗伯特的车自然 可却没有成功 最后他们才制定了 在铁路公司仓库谋害罗伯特的计划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 萨布利娜向乔纳森提供了丈夫的排班时间表 而乔纳森则在案发地周边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他记住了沿途所有摄像头的位置 并且还发现了工业区内有一个一瘸一拐 到处乱走的酒鬼 所以在案发那天 当他进入摄像头范围后 立马就模仿起了那个酒鬼的走路方式 这就是此案的整个过程 当乔纳森在法庭上说出这些证词时 萨布利娜的辩护律师表示 乔纳森完全是一派胡言 他这么说 只是为了给自己减刑 当事人除了和乔纳森有外遇 其他什么都没有做过 紧接着呢 萨布利娜开始为自己辩解 他说自己对于丈夫的生活方式感到内疚 因为这与他的信仰不符 他之所以后来会被乔纳森吸引 那是因为乔纳森给人的感觉很健康 两人的交往更注重于精神层面 这对于他有很大的信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事态发生了变化 乔纳森试图让他觉得 必须离开罗伯特才能拥有精神上的生活 而乔纳森又是他唯一的选择 这时他发现自己又被人控制 只是方式与丈夫不同而已 萨布利娜表示 他确实想过和乔纳森一起生活 但那只是转瞬即时的一个念头 因为罗伯特除了那些奇怪的生活爱好外 其他都很好 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离开罗伯特 这就是萨布利娜的说法了 虽然他的两个孩子一再告诉法庭 他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且有爱心的人 绝对不会参与到父亲的谋害案中 但陪审团在经过7个小时的商讨后 依然决定萨布利娜罪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25年 以上就是罗伯特案的所有内容了 虽然这是一起有结果的案件 但在结果的最后 我还是想谈谈个人对于此案的看法 其实民间对于萨布利娜是否涉案 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毕竟乔纳森的指控是在减刑协议之下做出的 确实存在损人利己的可能性 但在我看来 萨布利娜一点都不冤 至于理由很简单 案发那天原本是罗伯特的假期 他是被临时派往公司的 所以他的行踪 理论上只有萨布利娜知道 既然乔纳森会选择那一天下手 肯定是萨布利娜透露的消息 当然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也都能想到 其实我主要想聊的是萨布利娜的动机问题 不能离婚是不想失去身边的朋友 大家不觉得这个理由很荒谬吗 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罗伯特强迫他参加一些怪异的活动 让他对丈夫产生了怨恨 如果就此离婚他又觉得不甘心 而且离婚后生活压力可能会更重 可如果干掉罗伯特他不但能够脱离魔爪 而且还能获得30万美元的保险金 然而真要叫他动手他又不敢 正在此时乔纳森出现 这个年轻人对萨布利娜痴迷得很 于是他决定利用乔纳森来完成他的计划 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一定正确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希望在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一起来探讨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帮我点个赞 我是大老K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